余祥泉不靠罢了!节目表演余祥泉酸暴绅士,网友狂称赞,终于有代表作!影! 由吴宗献主持的综艺大热门节目,最近连余天的门子余祥泉都来参一看。 关于余祥泉如何捅娄子的新闻,已经是铺天盖地的程度。 说她是一人好像也没什么作品,负面新闻倒是一堆,都要老爸老妈出来收拾。 被关上靠罢族,妈宝的名。17岁的她在国外长大,被警方查获时有大麻并进入乐界所。 又曾因为在表演时走音,严重妄辞,被评审严厉批判。 让她大受打击虚托晃神,不迟,不咳,不说话,失控大哭大喊,严重影响自主生活的能力。 演艺事业以外的工作做不长久。交通上亦发生过不少停车纠纷, 违规停车,被司机打。 闯红灯肇事,酒驾等等事件。 看来除了是妈宝外还是一只标准三宝。 虽然于祥圈社会形象不好,又常常捅娄子要父母擦屁股。 连她自己也表示随便啦。 我习惯了,无所谓啦。 但网友也曾替她缓夹。 其实她与其他蚁人儿子的走歪下场相比。 人还算正派且人处无害了。 也没真的干什么罪大恶极的坏事。 但她前日上了综艺大人们的表演。 却让在场来宾及网络上的网友惊艳。 过程中不断自嘲自己的身世以及丑闻。 模仿成龙的醉犬且唱歌, 虽然歌声还是XD。 终于有个成功的表演,加油! 熬十几年,终于有个像样的作品,加油啊! 瑜伽靠你了,父母年龄大了,换你照顾了。 有记忆点的表演,超棒! 自嘲是幽默最高境界。 说实在还真的长得有点像成龙的儿子。 笑死我了XDDDD。